Hello 各位 今晚我們來到文化公園 去看看廣州的元宵燈會 今年過年確實是被之前幾年要熱鬧 因為防控都放開了 不單是法時恢復了 其他連續活動都連帶恢復了 就像這些燈會、苗會都徹底回歸了 在文化公園這裡的元宵燈會 是廣州市的元宵節燈會的其中一個會場 在正街、永慶坊和文化中心都有分會場 文化公園這裡是最大最多人 但亦都可能是最無聊的 哈哈 事關來到這裡 多數都是個人醜熱鬧的 不過那些燈呢 你說好不好看呢 就讓我說是不好看的 好看的那些是永慶坊那邊 而且文化公園呢 樹又比較多 除了燈之外 其他地方就很黑 所以其實就不一般的 這個燈會就是廣州春節的最後一個連續活動 因為過完十五 春節就要遲帶過完 不如還是趁有時間 今天才是十四 燈會就開到十五晚 都過去看看吧 畢竟三年來 今年叫恢復正常 那就再去抽多一次熱鬧 又是有什麼所謂呢 都會有什麼事 都會有什麼事 看起來 都會有一點 直播 小燈 都會有什麼事 在這裡 都會有什麼事 都會有什麼事 吃著 再對 都會有什麼事 在這裡 都會有什麼事 吃著 吃著